链式反应 那么关于链式反应有几个观点 第一个疼痛的根源往往在疼痛远离的部分 比如这个人菱形肌区域的疼痛 它的病因可能是在前举肌 或者是前方的腹外血肌和腹内肌 为什么 因为这条肌肉链而连在一起 前距肌或者是前方的腹内血肌腹外血肌 高张力可以掐到后方的菱形肌 导致这个地方的疼 所以链式反射告诉我们 疼痛的部位往往不是病因 它的病因在远离疼痛的部位 那么再有链式反射 有三个关键点 骨骼肌肉和中处身 它三者相互作用 骨骼我们要关注的是对它的评估 骨骼前倾后倾 侧倾 侧倾 肌肉我们要通过骨骼的评估 比如骨骼前倾呢 我们知道哪些肌肉高张力 哪些肌肉激励的限量 然后再有中枢神经 很多骨骼它的改变 肌肉张力的改变 甚至关节运动的改变 刚开始是这些外周组织的病变 长时间这样一个病态状态 会导致中枢神经调配肌肉模式的改变 那么因此骨骼肌肉中枢神经它们相互发挥着作用 那么在躯干肌 躯干肌在上下肢运动之前就被激 因此肩部的一些病理机制 可能和躯干的稳定有关 或者说躯干的病理机制和肩部的运动有关 那我们知道上下肢 比如我走路 或者我上肢做运动之前 首先激活的是躯干稳定 比如腹活 那如果没有及时激活这些躯干稳定 会导致躯干乃至四肢的血病片 也包括肩部的糖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疼痛的根源 可能是远离疼痛部位的一个例子 就这一场 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是下方斜方肌 一般比较薄弱 它收缩可以使肩胛骨向内下股 前方的胸小肌 胸小肌在三四五肋骨 还有晖图上 收缩可以使肩胛骨向前行 那么因此胸小肌和下方斜方肌是一对接反子 那么胸小肌是一块容易短缩的肌肉 而下方斜方肌是容易薄弱的肌肉 很多人会出现肩胛骨下脚内侧 也就是胸椎周围这个地方 有疼痛 那么它的变因是什么 可能是胸小肌的短缩 好 这是刚才 这个病痛 根源可能是远离很多部位的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再有一个张拉整体结构 美国著名的建筑师 复雷发明的一个力学模型 这是建筑学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其实也可以在人体里面体现 这样一个张拉整体结构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首先看见它的组成 有乌棒 还有些绳子 有弹性的绳子 可以认为人体对应过来 这就是骨骼 这些是肌肉和肌肉 那么这个张拉整体结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任何一个部位受到压力的时候 它会将这个压力平均分配到 各个部位 因此张拉整体结构 一个部位的受压力 它的受力会平均分配前去 当我们这个推导到人体 看宽困体的 这是骨盘和恰骨 宽臼 骨骨头 骨骨肌 大砖子 还有小砖子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一个骨性结构 如果人没有肌肉 没有筋膜 那么上半身的重力 会通过两侧的骨骨头 这边也有骨骨头 支撑人体上半身的重力 所以一侧骨骨头 它所承重的重力 肯定是上半身的一宝 但是 人体有软阻值 有肌肉 有筋膜 那这时候 就相当于一个 张拉整体 对于宽冠节症来讲 从侧面看 这是 郭吉姆脏肌 这是臀大肌的上部肌 恰清楚 往下 在筋骨的外侧壳 这是臀中肌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骨是相当于刚才的木板 这些肌和筋膜 相当于有弹力的绳子 髋关节 举骨这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加上 内侧的内收肌 相当于是一个 张拉整体 当这些肌肉 郭吉姆脏肌 臀中肌 臀大肌 还有内侧的内收肌 出现损伤 那这个张拉整体结构 出现并变 它的重力就不足以平衡 因为由于有这个张拉整体结构的阻断 所以人体的重力 可以分配在这个软阻值上 不仅仅压在骨骨头上 那么如果出现张拉整体结构的并变 骨骨头这压力 会怎样 那么一些骨骨头 或者是髋关节的一些并变 你可以从张拉整体结构 这个角度来理解 分析和治疗 练食反射 练食反射到底包括哪些量 三个量 神经练食反射 肌肉练食反射 还有关节练食反射 那神经练食反射 其实就值得运动感知精绪 那么这三个量 在人体发挥功能的时候 到底是神经量发挥作用 肌肉量发挥作用 还有关节量发挥作用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功能性的需求 那我们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比如现在我要发挥运动和姿势 维持姿势 一是运动 再一个是姿势 那么可能我们使用关节 这个链的可能性 那么再有 任何主要链的病变 都会引起附属链功能的 物料 那反过来 附属链的功能 也会导致主要链的病例 但是什么意思 关节链也好 肌肉链也好 神经链也好 它不可能单独反过自己 那么很多时候是 以哪一个链为主 以关节链为主 以肌肉链为主 以神经链为主 但是不可能说 单独链食反射 所以假设 以关节链为主 那么附属链就是肌肉链和神经链 那么关节链它的功能需求 或者说它的功能主要是姿势 维持姿势和运动 那么肌肉 它的是主要链的话 附属链就是关节链和神经链 肌肉主要的 它的类型或者它放位 一些功能和分类的话 有血统 肌肉之间相互血统 还有肌肉链锁 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 比如 菱形链和前链链 它就是肌肉链锁 还有一个是筋膜链 指的是和肌肉相连 筋膜它们之间的关锁 还有神经链链的附属链就是关节链和肌肉链 那么神经链锁它的类型主要是反射 神经反射 运动感觉 还有神经发育 运动力 那这个先做一个一般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重点先讲一下关节链锁 关节链包括两个 一个是姿势链 一个是运动力 那姿势链本质上讲就是关节的位置关系 这个姿势链又分成了两类 一个是结构链 一个是功能链 也就是结构性姿势链 功能性姿势链 结构性姿势链指的是骨骼静态位置 而相对于相邻结构 它的影响 那么受静态位置的影响 比如肩胛骨 比如骨盆 那么它相对位置是什么 那么功能性姿势量 指的是人体关键节点 比如骨盆 肩胛骨 对副属这上面的肌肉的动态影响 同时肩胛骨和骨盆 也受到这些肌肉肌骨的影响 所以一个是功能 这是结构 这是结构 那么还有什么 我们后面都会讲 那既然讲到它的功能性姿势量 我们讲几个结构 比如肩胛骨 肩胛骨如果出现了 往外偏离 那么可能提示 前距肌断缩 而菱形肌 不过 那么如果肩胛骨前倾了 可能提示前方的胸小肌断缩 而下方的斜方肌 那这个时候一般含有一个肩胛骨前倾 导致的益状肩 这样一个特征性的肌脏肌 好 那么再说一下结构性 结构的姿势量 它可以通过颈椎 胸椎 腰椎 姿势位置 对骨骼肌肉 疼痛患者 我们进行评估 你到底是颈椎 侧去了 还是 向前突击下去 腰椎 有没有弯曲 胸椎有没有弯曲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弯曲了 从而评估出来 相关肌肉的 张力增加 或者什么 然后再有脊柱任何区域的病件 都可以通过链式反应 影响到其他部位 比如这个人肩部有问题 可能的原因是骨盆 或者腰椎的部位 然后再有姿势不良 常常是从骨盆到头 而贯穿整个脊柱的 姿势链式排水 我们将脊柱的姿势量 可以打一个比 可以认为是这三个 齿柱 那齿柱机制 那么当不良的坐姿的时候 会导致骨盆后倾 骨盆后倾 会导致腰椎向前突减少 那么胸椎正常 后突会增加 头会前伸 那这是齿柱机制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机制 骨盆前倾 还有腰椎 胸椎的影响 那么如果比较平衡标准的姿势 应该是坐姿的时候 骨盆稍微前倾 腰椎保持生理弯曲 胸椎还有颈椎 不是这么感觉 那么结合这样一个 这个齿柱模式 我们讲一个胸腔骨性结构 可以直接影响到胸腰结合部的 这个地方的病变 这个位置 出现病变 可能原因是胸腔骨性结构的 好 那么当人体的隔肌 隔肌是胸腔和腹腔的分解 隔肌或者是脊柱深层的肌肉 回旋肌多列肌 这些稳定肌 患者通常会有一个病理性的呼吸模式 什么样的病理性呼吸模式 他会在呼吸气的时候 下胸腔 也就是胸腔的下部 往上抬 往上抬 同时伴有这个位置 胸腰结合部位的后身或者是过身 他往前 那么他他往前 带动他往前 胸腰结合部的局部过身 而导致这个局部压力增加 所以可以出现这个地方的疼痛 胸腰结合部位的疼 那么因此 这个时候 治疗思路应该是 调整呼吸机 比如颗肌 要激活它 可能现在呼吸模式发生了改变 那么再有 有可能是脊柱深层肌肉 刚才讲了 这些稳定肌 激活不足 这个时候 可以激活不定 这些回旋肌 多列肌的激活 可以用一种 这个针刺附近的 肾带 关节囊的方式 来渐渐地激活 这些深层 深层不定 那么第二 反复 持续 提升勒骨 那么勒骨相对于 看后方 勒骨相对于 这个 勒椎关节 会后旋 也就是它会发生旋转 或者是 追骨 相对于勒骨 前旋 也就是 勒椎关节 发生了病 发生了功能 那么这个地方 有关节囊 有韧带 这些韧带里面 有很多的本体感受器 如果出现了勒椎 勒椎关节功能 勒乱 本体感觉 出现差 那么极出的 稳力 那么也会 加剧几个病情 当然了 本身这样一个 异常情况 也伴有 胸椎节奏的 伸展步骤 拖背 那么因此 这个地方是比较复杂 但是有一个可以确定 勒椎关节 功能勒乱 本体感觉 也会出现 那么第三个 长时间这样一个 病理姿势 也会影响到 勒肩软组 比如勒肩外肌 勒肩内肌 那么这些肌肉 以及相关的筋膀 会出现一些病毒 这一步限制 胸腔的活动 胸腔的活动都减少 人体会启动 这个辅助呼吸模式 比如 上方的胸索乳突肌 和斜脚肌 来 呼吸 那导致胸索乳突肌 和斜脚肌的 负荷增加 可能导致胸口出口 综合症 比如这人 上市的盲目 要不得被送人 好 那么治疗思路 如果出现 胸腰结合部的肿 或者出现了手 或者这个人出现了 这个 胸闷 那么我们的治疗思路 应该有 一个是调整呼吸机 包括内肩内肌 内肌外肌 还有一些腹肌 以及隔肌 然后再有 恢复后方的 勒椎关节 勒椎关节 还有勒肩组织 勒肩组织 脊肌肉 恢复它的活动度 来改善这种情况 当然了 如果 如果隔肌 还有这个胸椎 腰椎的 我定义出现 还要激活 这些深层的 可以侦次周围的 关节囊 或者是人的 那么再有 功能性的 自食量 刚才讲的是 结构性 然后功能性的 自食量 我们要重点 关注一下 肌肉的辅作点 骨盆 肋骨 和健健 其实最关键的是 骨盆和健健 那么首先 我们讲一个 阳达提出来的 首先提出来的 上交叉座 那这个人 头前蝇 圆肩 一般还有头位 像这种姿势的人 一般有 颈曲 肌 扁若 主要是深层肌 那么还有 菱形肌 下方斜方肌 前须肌 扁若 边颈的肌肉 又整下肌群 上方斜方肌 肩甲体 那么还有 前方的 胸打肌 胸腰肌 那么 对于肌肉的紧张 和薄弱的评估 主要是看 人的姿势 那么如果 这个 骨盆前进了 趋肌会端送 骨盆后进了 那后进的这些肌肉 使得 骨盆后进的肌肉 会端送 同样 上交叉座 也是基于这样的 骨骼位置的变化 来评估 肌肉的紧张 或者 所以 骨骼结构的位置 是姿势评估的重点 那么结合骨骼的位置 来评估出来 肌肉的紧张和波动 这是最后 落脚的位置 既然骨盆和肩甲骨这么重要 我们说一下 骨盆 它可以影响到 影响到 脊卡关节 相邻的脊柱 也就是骨盆可以影响到腰椎 那么 也可以影响 辅助在骨盆上的肌肉 那这些肌肉的长度 张力关系会发生干净 区宽肌或肩甲骨肌都会发生干净 标准的 卡级最高点水平 如果右侧的高揽 这叫骨盆的左倾 骨盆左倾 骨盆左倾 一般体式 右侧的竖极机和腰方机的高张力 我们来看 腰方机 上辅助在十二类 侧面在横竹上 下方在卡级的后骨 收缩 可以将这一侧的卡骨抬起 还有这一侧的竖极机 它收缩也可以使骨盆将对策进 那因此骨盆左倾的话 一般体式 右侧的竖极机和腰方机紧张 第二个 骨盆的前后倾 这是正位骨盆 骨盆前倾 骨盆前倾 也就是卡前上级超过了植骨联合 骨盆后倾 是卡前上级在植骨联合的后方 这叫骨盆后倾 骨盆前倾和后倾 一般会涉及到这些肌肉 第一个 剥绳肌 肌群 因为它不是一个肌肉 骨盆头肌的长头 在坐骨结节 往下 在筋骨的外侧 磕 以及肺骨 半肩肌半膜肌 上腹的坐骨结节 下 在筋骨的外侧 收缩 可以食骨盆后倾 食骨盆后倾的 还有一块肌肉 腐质肌 但是容易出现薄弱这块肌肉 上方在剑图 雷骨上 下方在食骨 两核 收缩可以食骨盆后倾 这是食骨盆前倾的 也就是趋宽肌 腰大肌 恰肌 还有骨质肌 骨四头肌 只有骨质肌 跨过了宽盆 它可以食骨盆前倾 所以这三块肌肉 可以到 紧张的话 可以导致骨盆的 前倾 那么这两块肌肉 也会导致骨盆的前倾 腰方肌和树肌肌 紧张的话 往前 往上 拉着个骨盆 可以食骨盆前倾 那么结合这些肌肉 我们评估出来 骨盆前倾 一般都提示 一般都提示 腰部的伸展肌 短缩 那么还有就是 曲宽肌短缩 指的是腰大肌 恰肌和树肌肌 那么骨盆前倾 同时也意味着 使骨盆后倾的肌肉 被动拉长 腹直肌 宽骨的伸展肌 比如臀大肌 还有树上肌 那如果骨盆后倾 就意味着 使骨盆 使骨盆 往后 倾斜的这些肌肉 是短缩 比如 臀大肌 还有锅声肌 紧张 可以使骨盆 后倾 那么骨盆后倾的时候 会导致使骨盆前倾的肌肉 被动延长 比如腰大肌 恰肌 还有骨支筋 当然了 骨盆前后倾斜 也会影响到腰椎前凸的角度 比如骨盆前倾 腰椎前凸的角度变大 骨盆后倾 腰椎前凸的角度会变弦 再有肩胛骨 肩胛骨上腐椎有17块骨 这些肌肉 影响着肩带和脊柱的位置 那么如果颈部上方斜方级紧张 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上体 从而引起肩关节运动的概念 那么因此肩胛骨位置的正确 意味着肩关节运动才能正确 我们评估一下肩胛骨 肩胛骨通过内侧源和脊柱的 这个距离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没有内收往后走 还有没有外展 那么如果肩胛骨评估出来 有往外往外展 也就是这个距离变大 那么一般提示胸小肌 前聚肌短缩 而导致肩胛骨内侧源 距离脊柱远离 那么如果这个距离变窄 说明是内收 那么一般提示 菱形机 斜方机的中度短缩 它将这个肩胛骨内侧源 拉向脊柱的位置 这样的人群一般建立军人 但大部分人是肩胛骨内侧源 远离 第二个肩胛骨下脚的平 我们看一下肩胛骨下脚 是否在同一个 那么如果一侧肩胛骨下脚高 一侧底 那么提示高的这侧 上方的体积 比如上方的 斜方机 上方的肩胛体积紧张 而导致肩胛骨往上走 好 这两个肌肉我们已经看过了 斜方机 尤其是上方斜方机紧张 肩胛体积紧张 可以使肩胛骨向上 导致高低节 导致肩胛骨下脚的高度不同 那么还有肩胛骨会出现 旋转 由上回旋 这叫上回旋 还有下回旋 这两个 如果这个肩胛骨评估出来 发现肩胛骨内侧员远离脊柱 同时下脚 远离的角度更大 那么提示上回旋 上回旋 也就意味着 上方斜方机 下方斜方机 和前矩机的短缩 因为它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如果肩胛骨评估出来 是下回旋 肩胛骨下脚靠近了脊柱 后终路线 那么提示是下回旋的肌肉 紧张 是下回旋的肌肉紧张 哪些技术 零星级还包括肩胛体积 以及胸小肌 所以我们根据肩胛骨 它的相对位置 来评估出来 相关肌肉的紧张 或者是不容易 第四个 肩胛骨 有一个特殊的表现 一双肩 肩胛骨如果出现前倾 可以导致肩胛骨下降 下降翘起 可以形成一双肩 当然一双肩还会出现肩胛骨内侧缘的强气 那一双肩常常描述的是 胸肠是凝随伤以后 前聚肌躲弱 而导致肩胛骨内侧缘强气 这是一双肩 但是广义的一双肩 还应该包括其他肌肉出现的问题 比如胸小肌断缩 肩胛骨前倾 然后再 运动 运动面 那关节既有姿势量也有运动 那运动量是 固态动作中 下肢链式反射 当然有固有的模式和代常 代常动作 当出现病理状态的时候 运动量会出现代常 而这种运动量的传递 可以导致一个部位的病变 接着出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 这个患者出现了 足内翻 他通过 链式反射 可以导致 胶锥 位置不量 从而导致额外的驱感 固定解释 比如这个人 出现了腰痛 他的原因可能是 足内翻 这就是运动量 链式反射 所导致的一个 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肩部的功能 以及肩部的病例 我讲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人 过头投掷过程度 力量是从下肢 那接着通过躯干 通过肩 通过肘 最后传到 腕子柜 来发挥这样的投掷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 要关注的是 肌肉激活的瞬息 那以及相关的病 如果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问题 比如足部 或者是 下肢出问题 也会影响到 链式反射 其他部位 比如腕部 腕部有问题 可能是由于 躯干这有问题 当然了 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他的质量 或者说他投掷的远近 不是由最强的 那个环境去 而是由最弱的 比如这个人 躯干稳定不行 那么他的最低水平 就是这个人的 长期 所以决定 这个运动链强弱的 是这个运动链里面 最薄弱的那个环境 所决定